接着来看到许多人常说老人家劳碌惯了 时常不顾身体状况就外出做事 而在齐美村60多岁的谢系男子 在7日凌晨3点多就出门到秀顾鸾西捕鱼 到了早上10点多家人是人不见他的踪影 立即报警并于警销沿着西畔寻找 而在11点左右呢在河面上是寻获了谢系男子 不过早已没有呼吸心跳也让家人心痛不已 凌晨3点多出门捕鱼直到上午10点多都还不见踪影 家人察觉有意随即报警 并于警销人员沿着西畔找寻 结果一个小时后却传来不幸的消息 家人一时也无法接受静默陪伴 现场救援的警销指出 接货家人通报后也随即展开搜救 在11点多左右 在秀顾鸾西第7肌流处发现了谢系男子 不过早已明显死亡 那我们就是接货报案在秀顾鸾西大概6-7K的附近有一个民众逆弊 那我们先是车主到达瑞港公路的6-7K 那往下看因为无法直接下迁 那我们同人改以从奇美这边下船去接触患者 那当我们同人接触到患者的时候 那民众已经呈现明显的死亡状态 那我们就是用船把那个民众来接回那个奇美休息区这边 那再上救护车 接货意外消息的村长蒋国雄也立即到场关怀陪伴死者家属 村长表示60多岁的谢系男子本身有糖尿病等慢性疾病患者 今天凌晨三点多出门前往秀顾鸾西捕鱼 可能因为身体不适 不幸发生落水溺壁的意外 意外的地方是 它的上方是他们本身他们的原地 是他们本身的那个原 有个原地在那边 警方也在第一时间内到场相宴 调查厘清意外发生的原因 而由于奇美部落也正准备迎接风联记 部落年轻阶层忙着下水捕鱼 获知部落敬重的奇老发生意外 部落族人尤其与谢迅男子同一年龄阶层的奇老也感到不舍 记者石玉兰瑞穗采访报道